接著回來看看第五場 香港短途錦標跑1200米 當然要看看速遞旗兵 這次怎樣 賽前都有試襲的 另外外地馬 野田重擊 這次看看可否遺免成功 最近這個形狀好像差一點點 都是說一句決 這場馬什麼馬在前面 標知智能症好像有些火了 光得是否很快就不知道 但他應該放在前面 還有日本馬都放在前面 那隻拉丁城市可能會推前一點 不要那麼慢 速遞旗兵他可以快 可以跟你的 這隻他就沒什麼所謂 不過當然他都會放在前面 黃蝦王現在傾向留著跑 老了力短了 那隻馬現在熱身之後 出到這個騎士 他當然是首領位 四五位五六位這樣可能 我猜的 標知未來就要找遮擋 這隻馬現在 以前不是的 以前是放在前面的軍速 軍特升不知道他走還是留 他早段不夠快 可能真的要蝕住三點 都是留 都無謂在那裡搗亂 你留才可以跑到最好名次 是不是這麼說 這麼大賽 跑個坡也有很多錢 最重要是覆日 覆日排著外檔怎麼辦 覆日他都要留 當然要留 他不怕的 這隻馬 巴道那些流馬這麼厲害 是嗎 位不是差得很交關 OK 大外檔都是這樣留 有時候的馬 不要緊的 這隻馬一定要留 步速應該是正常的 至少 比較上 就不是說一面左右 當然是 因為我心目中 比較喜歡的馬 就是速遞騎兵 這隻馬 我上次沒有選擇他 四隻都沒有選擇他 原因就是 這隻馬 今季復貨是很遲的 早期的狀態 四集的表現是不理想的 就是我看而已 大家要比較一下片段 以前四集 上季尾那些曲尺感受 由頭頂到尾 拉不住 那隻馬又火 今季四集 起步要腿 也要 也不是那隻馬 但今次賽前四集 就不同了 今次整隻馬 都有火氣了 是的 因為賽前四集 莫雷拉 都不是很想摸 那隻馬就自己放在前面 到位了 今次就這樣說 今次未必十足 但是有九五 我覺得 好 看上次 這一組馬 一定要再看過 一堆馬 已經跑過了 看看上次怎麼跑 速遞騎兵 早段跟了 都偏快一點點的步速 打算出來 押著旁邊的標誌智能 到先出頭 但這隻馬 因為莫雷拉很少見他這麼狼狼 首先 拍了左手邊 其實這隻馬 又要少少收直 這裡這樣 叮叮叮叮 那隻馬 狀態 施襲 沒有真的騎下去 後面很多馬被他影響到 所以這裡 末段都少少不遺以甚 那他說 沒試過這樣鬥發 好了 看貨在後面 這些貨在後面 現在這隻大馬 真是輕身 叫做 那些腳步 不同了 真是不同了 我們早上 你知道走過 我們在看台上 聽到聲音 真是不同了 本來他 他大隻的馬 一走過 有時都滾滾聲 感覺到 可以說 今次 狀態是不同了 配合 你知道神仙這輪 吃菜 好像 冷又贏 特別冷 我們說他發大財 發大財 果然 升級了 看看這隻 到國際賽 這隻速濟奇兵 是不是剛剛合到好處 阿佳又怎麼看這隻速濟奇兵 上次會不會有些 為什麼突然會這樣 我們見過之前 例如銀池 加州十大 都有這些鏡頭 但之後沒事 可能這馬一時 一場滿場 突然間重鞭 左偶右偶 如阿基哥所說 他之前沒有什麼鬥過 輕鬆 突然間逢他幾夜 他當然有些 可能有什麼事 希望今次 學了馬會大過 當然 年次跑得好 就是標之未來 這隻馬 真的 連馬師騎師 都想不到這隻馬 這麼進步 真的 以前說這隻馬 均速 千四個千二 看看又不是 為什麼 現在要留著來跑 要找遮擋 神操沒有什麼看 他傻啊傻啊 他沒有什麼鋒芒 你看到 他雖然很大隻 但他沒有什麼鋒芒 現在又沒有什麼口勁 按住他 那些跑支 又不是很吸引 很餵 不是那種馬來的 不過出去跑 原來他真的 哇 樂場好實際 越跑越棒 關於這隻標之未來 我們做了一個訪問 問一問潘頓 潘頓 那些掌握的節奏 你都不用擔心 你知道他厲害到 真的 沒得頂 一流一放 走位 大家都對他很放心 所以這隻馬 標之未來 都沒有什麼 不選的理由 好啊 整天都走外黨 沒什麼所謂 這隻馬好像都不搶 出來很輕鬆 找些遮擋 變得很緊要 是啊 我記得他贏了泥地 很立包 好像都不知道什麼事 但他都贏了 那真是馬能力幾個 這些昆士牙馬 很多馬主 現在都收拾好貨 這隻馬想不到這麼好 真的 無論你看 來港前 來港後的早期 真是想不到 那看看會不會 一躍進步 這場馬 阿佳 是 港隊 其實你看回 以往這場賽事 近年 一是日本 一是香港 看看哪個國家 主隊 我記得 王蝦王 其實上次 因為他的賽制關係 比較重 是否有些熱身味道 上一次 這隻馬當然都七歲 是 什麼全正期都過了 但是 今時今日都未退休 這件事 另外有一點點憧憬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以前 有些事我也知道 是 譬如金帳明驅 有時候的馬 好像是 我不肯定 名字都忘記了很久 是 在高大力馬房的那時候 知過 那裡 那裡 本來在賽裡 一口氣贏了 不知道四場 就要 不要了 轉馬房 簽字 是 知道 那裡的賽 不要走 遲了 等一等 還有一場 結果 多贏一場 五場 贏完之後 然後到達里 那裡 再出來跑 好像死了 真的 你走出來 馬房 都變成老馬 這樣也有 好了 還有一場 龍船 你記得 龍船現在還在 沒錯 龍船 我知道 馬煮了 深呼二冷 都這麼好成績 然後 那賽就 等等 不要走 不要退 不要轉 之類 還有一場 然後 千四 莫來拉贏完 行了 你走了 有時候 你看看 黃夏王那期 那些 什麼偏偏 紅衣省神 全部都退了 這次新一場之後 這次再加一加 這些試襲 還要做個莫雅 你知道 賽神仙很喜歡莫雅 很多難度的事情 整船一出都會贏 多年 所以 這隻馬 是大冷碗 不就不說 不說那麼多 其實上次都是堵塞 我們看看他們的神粗片段 現在沒有什麼看的 這馬都很純 其實他兩歲都很純 新馬的時候 看他都是這樣 大致若兒 一向都是這樣 這隻馬真的挺厲害 幾隻港隊 日本都有三隻挑戰 但是三隻馬 其實野田重擊 去年十四檔 都覺得很難堵塞 莫雅真是厲害 真的能堵塞 不過看回那場 二、三、四、五名 再出全部都不行 那些老馬 征肺 香港隊 所以這次他還有一次 跑完這次就退役了 所以我覺得 川田穿下騎分 我又不覺得他騎得比莫雅 跟那隻馬的波 那次又有點跌 所以這隻就… 我上季再回來跑 不要買 是輸定的 主席頂途獎 是輸定的 是輸定的 這麼低水準的馬 沒錯 日本的短途馬 你不要看那麼高 這隻不間絕 沒有幾隻龍王 那拉丁城市 就馬女身份 蘇明良 但是這隻馬跑法 他通常都喜歡 單騎領放 擺前自己走 就會越走越開心 但是今場 港隊馬這麼快 我看他又撞不到 還有那些資料上 馬女就沒有贏過這場 香港短途錶 這個又打點折扣了 那真的剩下一隻 就妙法靈機 這隻是有點憧憬 因為他是一隻三歲馬 不過跑短途 正如你北半球三歲馬 都沒有榜樣 因為兩個禮拜後 就轉四歲 看回上一場 短途馬錦標 都挺厲害 其實當時是個好檔 而福美有一 一早都不要理 先轉出來 贏那隻拉丁城市 是的 都贏掉了 因為他轉出來之後 雖然說他守著那個內線 是最好位 但是你在短途1200馬 可以贏掉兩個馬位 都挺厲害 因為其實他最初 部署這馬 今季年初的時候 是贏1600馬 那聯馬斯打算 跑一些一里 那些獎金高一點 但是一對落 最強的那些他又不行 因為這馬的爸爸滿樂時 在香港贏了三次 都是1,600 2,000 但是縮回來1,200 效果就很好的 今次撿到一個八檔 不過我也喜歡日本騎士 因為他突然出一點 在裡面跟我們的猛將 未必轉出來 我來得排出一點 所以現在中間 就剛剛好 當然了 他的經驗還是淺 但是今場都跑得好 夏年四水的馬 在日本都挺兇的 還有一隻 本地馬 一隻福日 你知道上季都很厲害 表現了 金櫃有些事 馬有些事 就復貨遲了 但是呢 跑完一場 他又來得多快 上帳賽前停過一個星期 所以你都很害怕 究竟出來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如果大家再看他上次出賽 很輕生的 就是他反手拍了一邊 跟著這隻馬 都有點走勢 其實我是有多少上不到 這樣的狀態 都跑得這麼近 是啊 你的巴道 就是小小輕描淡寫 跟外面那隻 肥仔聰明 站下去的姿勢 可能這次的狀態 完全不同 不能回到上季這麼高 不過都夠用的了 夠用的了 這場馬 因為很多選起手的馬 其實不是太多的 所以這隻馬 有能力的 牠是會牌檔差一點 但是牠最後會摘摘摘 應該 那阿佳呢 我知道你除了喜歡那隻 妙法靈基之外 還有一隻馬 都要看 整天都抽到好檔的 那隻馬 牠獻心性 因為上一次他就是一檔 因為前一次 舌欣都說 我跑錯了 推他出來當然不行 上次立刻捉住 但是看這隻馬 錯了前面 不知道什麼事 突然飛了出去 轉個彎 操控可能有些問題 但是這次 好再撿回一檔 我又不是拼他贏的 很忠心的馬 攝住 那你們真的有些跑不出 他就可以衝上來 這些馬真的都挺穩定 不要被人阻礙了這麼久 這次已經阻礙了 你都預料了他 你預料了他 有被人阻礙了 有被人阻礙了 你告訴你 他也有九成了 但上次其實他塞 他有沒有塞到的 但真的不夠 他也有標之未來跑 所以是否標之未來 自己稱先一點 不過基哥 你選哪隻馬做膽 我也有多少薄的成分 我不選標之未來 標之未來 當然是大熱 我選速遞騎兵 希望他擺好位 希望狀態 這次真的不同 這場我們選了 11號的速遞騎兵做膽 拖分5號標之未來1號 王孝王和4號的福日 連日位置Q共6著